這套還蠻歐美風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設計 裡面如果有穿內褲的話 一定會露出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飛 我已經很久沒有來開箱淘寶上面的衣服了 那現在呢是9月份漸漸要入秋了 趁著現在呢聽起來還不錯的時候 抓住夏天的尾巴 那這一次我挑選的衣服呢 主要都是比較韓式一點的服裝 還有一些是 我覺得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子管式的衣服 到底有哪些呢 我們直接廢話不多說 就這樣吧 這件非常的韓風 也是今年韓國超流行的款式之一 一整套呢只要560台幣超划算 單賣的話也很便宜 衣服布料蠻柔軟的 不過綁帶部分有點太長 感覺都可以綁到腳踝了 裙子的部分呢偏薄 適合在夏天的時候穿著 但可能買回來之後呢 打折的地方要再燙一下 比較好看一點 褲子的版型偏少見 買一次號穿起來非常貼身 整套很有造型感 如果穿起來跳舞的話也會超適合的 第二套 黃色小背心價格為18.43人民幣 大約是台幣的93元 布料呢非常柔軟舒適 這次總共購買了黃色 紅色和黑色 有個小缺點就是 可能要把衣服穿上面一點 不然裡面貼的new bra很容易跑出來 綁帶也是有夠長 賣家可能知道我喜歡綑綁Play吧 可可 牛仔褲超級超 真的會有人穿這種褲出門嗎 結果不久前真的就在路上看到有人這樣穿 所以我二話不說 馬上就買下來了 這件牛仔褲要119人民幣 哇真的是有一點貴 換算台幣的話呢大概是750塊吧 這件很褲頭的扭扣啊 真的媽呀超級爆幹難扣 很特別的是底下Lily Coco的部分 是可以拆卸式的 綁帶的部分也可以自行做調整 不過剛買回來要一個一個自己穿上去 蠻麻煩的就是了 一開始看真的覺得這個設計有夠詭異的 不過好像看久了就覺得 嗯也還行吧 適到還蠻歐美風的 牛仔部分的設計真的是有夠猛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設計 裡面如果有穿內褲的話 已經會露出來超明顯 可是我有穿 這件我應該也只敢在這一次的開箱拍一拍就好了 穿出去真的蠻奇怪的 為了要用的其實也挺好的 採用的是一般厚重的脊皮 穿起來蠻舒服 尤其上衣的背後 拉鍊部分呢 內裹還有再多做一點出來 這樣拉鍊才不會直接摩擦到肌膚 這點是蠻貼心的 他們這套的售價呢 為8.5元人民幣 約台幣的4.25元 上衣如果想要露內內的話 可以再調整綁帶的高度 這不想露啦 快一露你們要跟女朋友吵架 我抱歉你們沒 第四套 這件上衣超級鹹兇打 本來不曉得真的要死做天際了 價格為59人民幣 換算台幣的話呢 是295元 簡件版型非常的貼身 但是跟賣家的圖長的有點不太一樣 實際收到的衣服 長度又再更長一些 腰部兩條交叉綁帶 動一動會一直往上跑 沒有辦法往穩的固定住 而且鬆緊無法自己調整 裙子的部分 我非常喜歡這一件 價格的話呢 是75元人民幣 稍微貴了一些 台幣為現在75元 布料有一定的厚度 不容易有皺褶 而且裡面還有銅色系的安全褲 怎麼跑怎麼跳 都很安靜啦 但是版型應該變大了一些 最近我買了XS 實際穿著的話呢 有一點鬆鬆的 所以大家要買的話 不妨買小一號 一年太大喔 不得套 上衣設計感也很潮 布料呢 算蠻滑順的 不過衣服沒有很緊 想要肉撥撥的話呢 一樣把衣服往前拉一點就可以了 價格上呢 是450元人民幣 約台幣的225元 褲子我超喜歡這間的 非常的貼身 而且是高腰的款式 再加上褲子兩邊 都有做高差的設計 所以穿上去呢 腿看起來長到不行 顏色又是萬年不賣的牛仔款式 非常好穿搭 價格的話是78人民幣 萬三台幣為390元 好啦 不知道以上這些衣服 大家喜歡的是哪一件呢 我最喜歡應該還是 我身上的這一件啦 因為現在好像韓國 非常 因為韓國最近非常流行 像這樣子的穿搭 你們看那些什麼K-POP IDOL啊 很常會出現這種 太岔式百折裙 裡面再穿一件小短褲 然後我覺得整體穿起來 又算蠻有個性的 不會就是一般的百折裙這樣 其實蠻喜歡這一套啦 但是要我穿出門 我覺得可能 指令沒那麼高 除非什麼舞台表演 才有可能會穿這樣的衣服啦 好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的話請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並且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你們有在台湖上面 買過什麼很不錯的衣服 可以推薦給我的呢 記得也要按下小鈴鐺 訂閱我才不會漏掉 新影片上市的通知 我們就要下次見囉 K-POP IDOLA 我是B-PAY 下見 Bye Bye 有關這次開箱的衣服 要怎麼買呢 我之後呢 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請點開下面資訊欄裡面 就有每件衣服的連結 那如果沒有附上連結 就表示它已經賣完了 已經沒有再販售了 所以不要再問我 這些衣服的購買連結啦 通通在下面好嗎 除非是一些排名類的那種開箱 以防那種業配行為 所以呢 像那樣子的影片 我才不會放上連結 一般開箱的話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囉 我剛嘴巴上一直有睫毛是不是